近日,山东宁阳一资深蟋蟀捕手在自家玉米地淘金 轻松月入过万的消息引发网友关注 甚至有人专门请假回家捕捉蟀蟀 捉蟀蟀真的有这么赚钱吗? 带着网友们的好奇 记者前往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 专访当地资深蟀蟀捕手朱军 朱军表示,不少年轻人请假也要回来捉蟀蟀 更多是对捉蟀蟀本身的热爱 宁阳人的生活离不开蟀蟀 朱军放在桌上的小网兜引起了记者注意 他介绍说,这是捉蟀蟀必备的法宝之一 就是有几件必备的东西 你看头灯,晚上抓蟀蟀必须要有灯光 还有一个捕捉的网 还有什么就是竹筒 就是抓到一个好蟀蟀,装到哪来就装到竹筒里面 其次还有个什么,就是个腰包 我们必须要把抓到的竹筒要放到腰包里面 了解了捉蟀蟀的法宝 还得知道去哪里才能捉蟀蟀 关于如何寻找捉蟀蟀的好地方 朱军总结了三个方面 首先要选看种植结构 就比如说旁边种的玉米地 隔壁种的花生 套种,这种地方是优先选择的 第二,其实要看地势 我们大家可以打开手机 选择卫星地处 看这个地势的一些特别的技巧 大汗不要去高的 大闹不要去低的 其次还有一个就是听教 听教的时候一定要去多走多转 去选择一些静销的时候去盯声便位 带好了工具,找好了地方 就可以动手捉蟀蟀了 朱军说,捉蟀蟀的时候一定要眼疾手块 眼疾就是一下要找到最大的那只 手块就是要悄悄摸过去 一下就用网兜罩住 做不到这两点 就很难跃入数万 捉蟀蟀带来的高回报 让许多人冲到田间地头 大肆捕捉蟀蟀 作为当地蟀蟀协会会长的朱军 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隐患 于是向当地政府提议 施行了相关措施 以保护蟀蟀资源 我们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资源是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就肆无忌惮地去捕捉蟀了 没有保护意识 我想着这么好的蟀蟀不能再我们再带 就没有了 在19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成立了一个蟀蟀自然保护区 可能说到最后可能别的资源很枯竭了 但是我们自然保护区里面 在1200亩的地里面的蟀蟀还在正常繁衍 保护区的建立很好地保护了 宁阳的优质蟀蟀资源 同年还启动了虫子回故乡活动 把收集的优质蟀卵 适时投放到蟀蟀保护区中 2023年又出台了 宁阳县蟀蟀文化产业保护与发展工作办法 推动当地蟀蟀产业高质量发展 每年的7月中下旬到10月中旬 大量买家来到宁阳 带动了当地住宿 餐饮 交通运输 旅游等产业的发展 竹筒 蟀罐等衍生产品 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不少收入 许多人还从事蟀蟀繁育工作 当地形成了从捕捉 收取 繁育 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也实现了一年四季都有蟀蟀的销售模式 据了解 宁阳蟀蟀年交易额可达5亿元 带动当地综合经济效益近10亿元 和声细颜免 100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